那么我现在就是不多啰嗦了 先讲一下手榴弹吧 我这还准备了一个可以拉弦的手榴弹 我们把手榴弹下面盖拧开之后呢 会有一个防潮的纸把它捅破之后 拉出来一个小环是金属环 我这简单的是用丝线来做了一下 然后需要把这个小环套到我们的小拇指上 这样的话我们手榴弹一旦投掷出去之后 它自己就把弦给拉开了 然后我们用小拇指来顶住 来顶住这个手榴弹的屁股的位置 然后用其他的四个手指头抓住手榴弹的握棒 然后投蛋的时候就不能坐着头了 要站起来 我们要把手榴弹拿在胸口 拿到胸口的位置 比如说我准备朝那个方向去投蛋 我用手指头先指下那个位置 需要后撤一步 为什么要用手指头 这是我自己积累的经验 为什么要用手指头或者是手掌去指那个位置呢 是因为我们在投蛋过程中 如果没有这个手臂 我投蛋把手指头弹向后引 我投的过程中很可能身体扭转过大 就偏了 就投到那边去 而不是这边的 如果是有这个肩膀在这个位置 用手来瞄准它 我投蛋的时候 它自己就卡在这个位置了 一旦投出去之后 手指头弹飞出去了 有一个抖腕的动作 有一个抖腕动作 这样会使它更远 增加它那个投之距离 甩出去之后 这个手指头弹基本上是这样的 甩 啪 弦就自己给挣出来 然后这个弦留在你的手上 这是例子投蛋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用姿势比较低 比如说小伙伴们在战壕里面向外投蛋的时候 可以用例子 因为它战壕很深 那如果要是没有站好的情况下 或者前面只有一个石头啊 或者是我们戴药箱做掩护的时候 需要用柜子投蛋 柜子投蛋的时候 我们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把腿往前伸 用后腿的力量 把身体向前向前推 这是一种方法 另外一个是 把膝盖跪到前面 然后后腿在后面 手扶着 这样不舒服啊 我觉得这样也不会 因为你的鞋特高了 如果是我们有一个很低的掩体 有一个很低的掩体 像在做瑜伽 对 有一个很低的掩体 我们用手扶着那个弹药箱啊 或者是沙袋啊 把准备好的手榴弹放在前面 然后拿着手榴弹之后 手扶掩体扔出去 然后把头低下去 对 卧子的可能性比较小 因为现场有很多弹药箱 有高低不平起伏的像石块之类的 因此卧子我在这里就不向大家介绍 至军武大本营的诸位看官 有没有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呢 打开微信搜索军武大本营 点击关注即可加入由菊座坐镇 缓缓坐陪的军武大本营 如下福利在这里排队恭候 一 独享的精彩片段 每周面见菊座短短30分钟 岂能过瘾 每期节目播出后 都将在微信公众号 独家放送粉丝专属的精彩内容 菊座的京士庙宇 达人们的盖世武功 你都不会错过 二 军武商城优选潮品 微信号里直通的军武商城 库存大量菊座和小伙伴们优选的奇妙商品 我们有粉丝专享的特价恭候 三 福利多多的线上活动 每周大本营的有奖活动 都将海量派发各种神奇周边 给到大本营里的小伙伴 想倾听更多菊座的肺腑之言 想收看俄罗斯美女缓缓的日常亮照 想了解还有哪些神奇达人即将现身 关注军武大本营官方微信公众号 我们都将第一时间送达消息 即可关注还有福利等待大家 军武大本营 邀您一起感受不一样的军事文化